1. 早安單字城 嗨大家好我是Rose 歡迎來到早安單字城 在這個節目裡面 我們會嚴選學測長考的單字 搭配飲料杯蓋的冷笑話調味 每個禮拜二跟每個禮拜四 早上七點為大家送上最超值的早餐單字組喔 上次我們早餐單字組 學到的是火象星座相關的各種特質 如果你沒有看到的人 記得點回去看喔 那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圖像星座 圖像星座英文是 Earth Sign 那關於 Earth 我們馬上就會聯想到跟 腳踏實地或者是很實際相關的詞 比方說 Down to Earth 或者是 Grounded 所以這一集沒錯 摩羯、金牛、處女 你們要認真聽了 一開始先跟大家解釋一下剛剛所提到的字 Down to Earth 實際的 這字其實還蠻有畫面的嘛 你應該可以想像出來一個人呢 他腳踩在地板上 他不是飛天遁地喔 而是一步一腳印的感覺 這樣子的人呢 給人家的感覺就很實在嘛 那Down to Earth 呢 也有很多同意字喔 比方說 Realistic 務實的 所以呢 你可以直接在裡面看到一個 Real 在裡面有沒有 真實的意思 那另外一個同意字呢 有 Practical 在國中的時候呢 我們認識的 Practice 它比較是練習的意思 那上高中之後呢 我們會學到比較多它其他的意思 比方說實踐啊 或者是慣例 因為這件事呢 你都拿來實踐 久了它就變成慣例 貼近現實喔 所以呢 它也延伸為實際的這樣的一個意思 再來呢 就是一開始所提到的第二個字 Grounded 明智的 它是從 Ground 地面所延伸出來 加個 Ed 就變成形容詞了 一樣喔 給人家腳踏實地的感覺 所以呢 我們現在可以發現 在英文啊 時常加個 Ed 或者是 Ing 它就直接變成形容詞喔 比方說 Married 是已婚的 Retired 是退休的 還有大家熟到爛掉的 Interesting 有趣的 還有 Exciting 令人興奮的嘛 所以呢 英文真的是一個很懶的語言 大家不用想的太複雜喔 另外補充一下 Grounded 它其實也有一個負面的意思 就是禁足 尤其是在說小朋友不乖 被懲罰 所以並不是全部都是正面的意思喔 大家要注意一下 接下來第三個單字呢 是我自己認為圖像星座超大的一個優點 就是 Responsible 超有責任感的 You're so very responsible 圖像星座的責任性無敵喔 對摩羯 精油 處女而言呢 沒有把攪拌的事情做完 是非常痛苦的 然後這個字的名詞呢 是 Responsibility Responsible 延伸為有責任感的嘛 那在上一集呢 火象星座 我們有學到 Assence of 就是有什麼什麼感的 所以呢 我們來講一句 處女座負有責任感 就是 Virgo is full of responsibility 但再介紹到這邊 大家說累了 又來到了大家最期待的飲料杯冷笑話時間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英文裡面最常見的諧音梗笑話喔 Where do you call a deer with no eyes? 一個沒有眼睛的路會叫什麼呢? No idea 很棒吧? 大家如果知道更好笑的諧音梗很笑話 趕快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 好 聽完笑話呢 我們回來繼續介紹單字喔 每個星座呢 都有自己的優缺點嘛 講完優點呢 免不了要來講兩個圖像星座的小缺點 那就是呢 圖像星座這種看山就是山 看海就是海的個性呢 常常會被說太固執了 也就是 Stoburn 這個字呢 是從票跟 Stop 或者是樹跟 Stomp 來的 讓一個人呢 他堅持己見 他就是想法根深蒂固 你沒有辦法斬草除根的時候 你當然就會覺得他很固執嘛 那你可以簡單的記說 後面呢 有一個Born 就是這個人天生 就是這樣的意思 最後呢 圖像星座的人呢 雖然很有責任心 會把被攪拌的事情做得很好 可是呢 要他們 Take a risk 承擔風險是很難的 也就是說呢 他們比較喜歡安逸的舒適權 Risk 是冒險 風險的意思 長天的片語 除了剛剛那個 Take a risk 之外呢 還有 At risk 在危險中 或者是 Run the risk 冒著什麼樣的風險 那我們來造個摩羯座句子吧 Capricorn can't run the risk of losing what they have 那以上呢 就是圖像星座幾個特質 我們來快速的複習一下今天所有單字吧 第一個 關於 Earth sign 的字呢 就是 down to earth 腳踏實地的 第二個字呢 是由 Ground 所延伸而來的 Grounded 明智的 理智的 第三個呢 是 Responsible 不有責任感的 名詞是 Responsibility 第四個 是 Stubborn 固執的 那最後一個呢 是 Risk 風險 Take a risk 是承擔風險的意思 今天的早安單字城呢 先到這邊 如果你知道哪些跟圖像星座有關的單字啊 或者是閒音梗的笑話 歡迎在留言區跟我們分享喔 最後呢 邀請大家一起按讚訂閱 Snap as Taiwan 的頻道 記得開啟小鈴鐺 才可以在每週的2跟4 早上7點收到熱騰騰的早餐單字組 那現在呢 就帶著早餐跟今天的單字迎接美好的一天吧 我們下次見 掰掰